伴随着Zen3架构的逐渐平稳 苏玛的锐龙5000系列CPU已经算是使命达成了 同时由于目前货源的改善 原价2399元的5600X现在1800元左右就能买到了 确实是比较的香 然而面对英特尔来势汹汹的12代酷睿 Emily当然也是有自己的考虑 而这就是早已被提及的升级版Zen3家处理器 那么关于它的最新消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要说近段时间来 什么最值得爱粉欢呼的话 那必定是英特尔即将公布的12代酷睿了 其不仅提升了制程工艺 增加了核心线程数 而且还采用了大小核设计 看得出来英特尔新上任的技术CEO 在对待12代酷睿这件事上 确实是用心了 而根据目前所泄露的i9-12900KQS版本的测试结果来看 其Golden Cove大核相比11代酷睿强了约33% 相比Skylake强了约56% 而Grace Mount小核也有11代酷睿94.3%的性能 但也比Skylake强了约11% 与此同时 其还结合了高IPC性能和高频率 而这些数据无一不再证明 这12代酷睿将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性能提升 所以在Zen4还未正式来临之前 AMD就不得不推出新的产品与之抗衡 而这样的重任就放在了即将问世的升级版Zen3加架构上 其实早在去年3月份 AMD又公布了一张路线图 介绍了自己在封装技术上的发展和规划 同时也预告了即将到来的X3D新型封装技术 而根据目前两位推特用户的共同消息指出 此项对叠技术将确认用于升级版的Zen3加架构上 具体来看Zen3加架构的代号为Breaking R-Ditch 仍采用台积电7nm制程工艺 并会首次引用Centive Cache对叠技术 并使每个CCD模块的L3级缓存扩充为原来的3倍 利用锐龙95950X的L3级缓存为64M 通过扩充之后会变成192M 而多出来的部分可能会作为额外的3级缓存使用 至于核心线程数、TDP功耗等 则与目前的Zen3大致一样 换而言之Zen3加架构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缓存加强版的Zen3 而在游戏性能方面 根据AMD官方所展示的数据来看 这项新技术可以使Zen3加架构的游戏性能提升约15%左右 同时不会影响到处理器本身的温度、延迟以及功耗等等 当然主板接口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最后根据AMD所公布的更新计划来看 至于升级版Zen3加架构的锐龙处理器将于今年年底公布 而至于5纳米的Zen4架构将会于2022年公布 接着便是2023年的3纳米Zen5 所以各位玩家们请继续保持期待吧 而对于升级版的Zen3加架构 它究竟能不能打赢12代Coreal呢 欢迎大家到评论区或台本上说出你的看法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